刚才有人说,就是说他在家中都是告诉人啊,不要吵架,不要骂人啊,这个是好的。 好了,我想说这一点,这个是律法。 但不过不要紧,怎样更多的恩典呢?你就是这样说。 啊,我这样,是神感动我们不骂人。 当我们不骂人的时候,我们也保存这个家庭,神喜悦,神也祝福,这个就是加上点。 你这句话是好的,但如果有人有怒气,他说,哎呀,不能骂人,哎呀,很辛苦了,出去,这就变为, 这其实,凡是叫人做什么,不要做什么,都是律法。 这个,但这律法是好的,我不是说律法不好。 必从哪里来的? 动力,如果从恩典来,从恩典来是怎么样的? 我们,神喜悦我们的家庭, 我们的时候,神喜悦,神也是感动我们不骂人的, 家庭就建立起来了,就加上这些恩典的鼓励的话。 这样的话,我们也可以享受神, 我们的家庭就有神的同在了, 当我们多敬敬神,家庭就有神的同在,神就祝福了。 你明白这个吗? 这个,你的原则是很好, 这个是原则,不骂人,这个是好, 不发怒,这是好的, 但这个还是律法, 这是怎样有恩典,鼓励我们不去骂人, 去伤害人家庭更和解。 感谢天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